钟茂森博士 在地上想天福的大臣 地上天福这个故事 是摘录佛典树提家经 在《安事全书》里也有提及 这是讲到在古时天竺国 有一位国王叫贫婆梭罗王 他有一位大臣叫做树提家 树提家的福报非常大 跟天人是一样的福报 受用非常自在 财富无量 有一天 国王作巢 忽然刮起一阵大风 把一块非常白皙的棉纱毛巾 吹到他的店前 大家捡起来一看 好像不像人间的东西 国王看到之后 就以为是上天赐给他的毛巾 一定是天将瑞相 我们的国家将要兴旺了 所以很高兴 只有树提家沉默不语 国王就问他 为什么你不讲话 树提家才说 陈不敢欺骗大王 这条毛巾 其实是陈在家里 用来擦身的毛巾 因为挂在水池旁边 可能是被大风吹过来 这真的是让这国王觉得没什么去了 又过了几天 大家又看到有一朵九彩的金花 大如车轮 掉到了国王的宫殿前面 国王又召集大家来看 然后询问树提家 这是哪来的 树提家说 陈不敢欺骗大王 这朵花实际上是陈后院里 一朵枯萎的花 大风偶然吹来 把它吹到这里 国王很吃惊 说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于是就对他说 我想到你家里去参观游赏 可不可以 树提家说 当然可以 非常欢迎 国王说 我要带二十万人到你家 你们家能不能容纳 树提家说 认随大王的意思 国王就说 那你看看 你回去准备 看什么时候准备好 我们就过去 树提家说 随便哪一天 也不用准备 陈家的床席是自然的 不用人去铺的 饮食也是自然的 不要人去做的 盘子 碗都不用人去端来的 也不用人呼唤 自然就陷在面前 吃完也不用拿走 自然它就消失 国王愈听愈觉得怪 于是就带着二十万人到他家 从他家南门进入 结果看见门口 站着三十位童子 都是端正可爱 国王问他 这是你的儿孙吗 树提家就说了 乞禀大王 这是陈首大门的家奴 他们又进去 到了那阁门 又见到有三十个童女 绝世无双美貌 国王就说 这是你的女儿吗 树提家说 启禀大王 这是陈首阁门的奴婢 他们又往前走 到了堂前 看见白银为壁 水晶为地 这水晶透明的 真的像水一样清澈 国王说 这是水 我不敢前进 树提家说了 大王不用担心 这个水晶地坚固无比 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弄坏他的 所以就带着国王走上殿堂 那真是富丽堂皇 七宝座的家居宫殿 他请国王坐在一个金床上 这个床是用黄金座的 然后在一个用白玉座的茶几上面 给国王奉茶 这时候树提家的妻子 从一百二十重七宝杖中 缓步走出 向国王坐礼 结果坐完礼 抬头的时候 眼泪就掉下来了 国王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高兴 树提家的妻子就回答说 因为闻到大王身上的烟气 所以泪就掉下来 大概是很刺激 国王就说 百姓烧的是那些树枝 诸侯烧的是蜜 天子烧的是漆 漆又没有烟 那是最好的一种熏香 怎么会让你流眼泪 树提家就回答说 臣有明月神珠 怪于殿堂 什么东西都不用烧 他到晚上会自然地发光 形同白昼 国王烧的这个 其他熏到身上 你看让树提家的妻子 都流眼泪 受不了 因为他的家境太好了 树提家的堂前有十二重高楼 广大宏伟 国王登上去 看到四周一望无银 国王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不知不觉就待了一个多月 大臣就请国王回去 国王也不肯回 于是又住了一个月 树提家在国王要回宫的时候 就用灵罗增彩 布施给了二十万随从 国王就对这些臣子说 没想到树提家是我的臣子 竟然他的富贵超过我这么多 我真不甘心 我想用四十万人来讨伐他 夺取他的财富 可以吗 结果很多臣子 也就附和说好 于是国王就调动兵力 带着四十万军队 把树提家家里团团围住 围了数百层 忽然就见到树提家家里 走出一位身形高大的历史 举着一个金杖 他一笔画 就看见四十万人的军队 统统都倒下去 而且站不起身来 这个时候 就见到树提家乘着云母宝车 走出门来问大家 说你们不想起来吗 那些人都说 我们很想起来 于是树提家就举手一挥 这些人马才能够站起来 国王终于知道 没有办法跟他匹敌 于是就把军队都撤走了 之后 贫婆梭罗王跟树提家 都前往拜见世尊 想要了解 到底树提家前世是什么因缘 有如此大的福报 佛就告诉他们 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商人经过山道 见到一位生病的出家人 于是生起了敬爱的心 不失了防雨 医 饮食 以及种种的生活用具 给他 让这位病僧一无所缺 能够安心地办到 这位商人 还将自己的功德回向发愿说 愿我来生 能够享受 如天上那样的自然地供养 再愿我早成福到 嫉妒恶到的众生 就是因为他不失这位出家修道人的功德 因缘成熟 他这一生 虽然生在人间 但他想的是天福 当时 这个商人就是树提家 而那位病僧就是我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看到 所谓百福平真 千祥云集 这真的是过去生 修大福德所感应来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看